很多人會好奇 那些IG的九宮格貼文是如何製作的 今天這影片 我就教你用最簡單的方法 去製作九宮格的IG貼文拼圖 用免費版本的Canva就能夠製作 Hello 大家好 歡迎歡迎收看我是 Grayson 如果想通過Youtube頻道 在網路上打到自己的個人品牌 歡迎對我頻道 是完全免費的 在底下描述完 也能夠找到很多 進Youtube頻道使用工具 首先我們需要了解 九宮格的尺寸 一張IG貼文尺寸是 1080x1080像素 九宮格就意味著 每行有三張IG貼文 總共有三列 所以九宮格的最終尺寸是 3240x3240像素 現在我就來到Canva 首先我們選擇右上角建立新的設計 然後這裡選擇自定尺寸 這裡我們選擇尺寸是 3240x3240像素 選擇建立新設計 現在我們就建立了一個新的畫布 首先我們選擇左上角的檔案 這裡選擇顯示尺規 然後再選擇一次 我們再選擇顯示輔助線 像我們就可以看到 這裡有顯示尺規 然後這裡可以拉出輔助線 然後我們需要選擇元素 在底下找到網格 選擇查看全部 這裡面我們要找到九宮格式的網格 我們往下滑 在這裡我就找到了一個九宮格式的網格 我們選擇這一個 接下來我們叫使用輔助線 讓它進行九等分的分割 像我就分割好了九宮格的尺寸 我可以把這個網格刪除 選擇網格 點擊這裡刪除 像我就可以開始製作IG貼文 你可以來到你Canva首頁 在這裡選擇Instagram貼文 這裡面就可以讓你找到很多Instagram貼文的模板 你可以選擇你想要的模板 例如我選了這個模板 我們點擊一下 像我就進入到了這個模板 我可以全選所有的元素 然後右擊 然後選擇複製 然後回到剛才的畫布 右擊 選擇貼上 然後對所有的元素進行放大 如果你不想使用模板 你想知道如何找到這個元素 你可以來到元素裡面 然後輸入Organic Shapes 這裡面就會有很多類似的形狀 也可以同樣達到這樣的效果 像我可以對這些元素進行的條件 這裡大家要注意一下 如果你想要有個美觀的九宮格貼圖 你最多只能放三個元素 例如在這裡我就放入了三個元素 這三個元素是我的主要元素 然後我可以對它們進行的條件 接下來我需要導入框架 我還是來到元素選項 在這裡找到框架 我選擇查看全部 這裡我需要找到類似這樣圖形的框架 例如在這裡我找到類似的框架 我可以透露到畫布裡 然後我可以透露更多個 接下來我想做的是 給這個框架加入個陰影 所以我可以選擇這四個框架 你可以按住Shift 然後選中所有的四個框架 然後選擇右上角的複製 然後把這複製的框架往左移 然後改變底下的框架的顏色 現在我就加入了框架的陰影 接下來我需要導入照片 我可以選擇這裡的照片 這裡面就有非常多的照片 跟我們選擇 我們可以根據我們的主題 操入不同的照片 像我就導入我的照片 我現在需要對我的元素進行原色的修改 例如我使用這個照片的顏色 更改一個陰影 同樣的更改這個框架的陰影 然後為了更匹配這些照片的顏色 我會更改這三個主要元素的顏色 我更改這個框架的顏色 變為白色 然後這個框架的顏色 我會更改成白色 接下來我就加入文字 現在我有現成的這些文字 我可以複製一下 把一些文字放到這裡 然後左邊也放一個 然後右下角再放一個 最後左下角再放一個 這些文字都可以之後修改 然後我可以加入一些裝飾 我選擇元素選項 同樣的輸入Organic Shapes 在這裡我可以找到一個線中的圓圈 我選擇一下 這樣就是一個很好的裝飾 我也可以把它放到其他的地方 把它往後移 選擇這裡右上角位置 選擇往後 然後再把它移動到左上角 然後我可以加入一些點狀的裝飾 我再搜索來輸入Dots 然後可以找到這些點狀的裝飾 我可以調整它的透明度 選擇這裡 透明度 把它調整到35 這樣就完成了這個9公額設計 你可以在這裡進行命名 命名完之後我們可以選擇下載 這裡選擇png格式 選擇這裡下載 之後我們需要來到一個網站 叫Pine Tools 進入到這個網站之後 我們搜索 Spillit Image 然後這裡找到Spillit Image 這裡我們可以選擇我們的文件 就是剛才我們做好的9公額文件 現在我們就上傳好了我們的文件 這裡有一個選項你如何分割你的文件 這裡我們選Bose 就是兩邊我們都需要分割 然後這裡有數項你需要怎麼分割 我們需要分割成三部分 所以我們選擇3 然後橫向也是一樣 我們需要分割成三部分 這裡可以讓你選擇 你需要導出的文件形式 這裡我選擇的是和我導入的形式一樣 這裡我們開始分割圖片 現在就分割好了圖片 我可以點擊這裡下載 你可以打包下載 或者是你可以分開下載 這裡大家在上傳的時候一定要注意順序 如果你沒有上傳好順序 那麼你IG9公額的拼圖 就不會那麼好看 不會那麼完整 這個就是在上傳到IG之後 9公額拼圖的呈現 顯示大家在看完這期影片之後 能夠在今後的IG天文形式裡面 加入更多創意 可以使用9公額的形式 去更好展示出你的個人品牌 在我頻道裡面 還有很多關於CAMMA教程 至於可以看我這些影片 沒有任何想要了解的CAMMA教程 可以在幾下評論區告訴我 如果你覺得這些影片對你有幫助 歡迎點個讚 如果你還想了解更多關於CAMMA YouTube的內容 歡迎訂閱我頻道 如果你想和我更多互動 可以關注IG 在底下描述完 也有很多建議YouTube頻道使用工具 那麼下次再見 掰掰